大家好呀 上期小讲堂我们聊了黄源的基本信息和安源台源大陆源的由来 以及野生黄源危急的现状 内容相对严肃一些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聊点轻松的内容 从归宠的角度了解一下黄源的习性和饲养方法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在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咨询了多位养源大佬 这些大佬对黄源的评价异口同声的出现了这么几个词 皮是好养聪明互动性强 而且还表示养黄源关键在于环境的布置 只要把环境设置得妥当 养黄源比养很多水龟简单的多 说的我这个养水龟的也是怦然心动 而且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以及相关从业者的增加 黄源的价格不像早些年那么高不可攀 还记得多年前看的一个视频 视频中养殖场的老板小心翼翼地掀开语布 露出里面几只黄源 说这一只就值三万 当时的黄源还是一种比较高端的宠物 而如今网上随便进一个养归社区 都有好多有缘人 其普及程度令人折舌 真可谓旧是王谢唐浅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过虽然黄源有种种好处 最近政策也有所宽松 但黄源毕竟还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想光明正大的养还是需要办理相关证件 又由于各地政策执行不统一 有时候即便有证件也不保险 而且虽说黄源现在价格没那么高了 但一只幼龟也要几百上千块 所以小伙伴们在养黄源之前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理性选择 黄源曾经在我国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西西地最北一直延伸到河南南部 这也就意味着黄源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都是不错的 而且可以冬眠 当然黄源幼龟对温度和湿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湿度控制在80%以上 温度最好恒温28度 可以买个温湿剂 方便控制温湿 成规以后就没那么讲究了 湿度60%左右就行 这跟我们房间的湿度差不多 最佳饲养温度在20度到30度之间 实性方面 黄源和多数半水必可归一样 水果昆虫半水归粮来者不拒 黄源想健康的养活不难 但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品项 却需要下功夫 所以很多大佬建议让黄源冬眠 这对于培养黄源的优质品项至关重要 甚至一些不具备冬眠条件的归有 宁愿塞冰箱也要让黄源冬眠 至于这其中的利弊权衡 大家忍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 黄源冬眠的温度不能太低 最好控制在5到10度之间 至于硅缸的布置 饲养黄源可以裸缸 方便打理卫生 还不容易滋生细菌真菌 也可以用电材 方便控温控湿减轻应激 具体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做出选择 电材的话 这里推荐一厘米大颗粒硅枣土 便宜不易碎 边角钝不伤硅 颗粒大 硅吞不下 减少务实风险 另外 硅枣土沾水后 干湿颜色不同 方便控制湿度 切记不要用噎土 硅容易务实 而且个别商家不给土拖延 硅吃了很不好 不过大颗粒硅枣土硅不好钻 可以辅助铺一层苔藓 因为黄源很聪明 会自己给自己控制温差 冷了钻土 钻苔藓 热了泡水盆 说到水盆 也是环境中需要布置的 一般水位没过硅背就好 不要太深 黄源是半水龟 水星很一般 当然也有大佬不用水盆 只是每天泡一回澡 据说这样可以更好的 保持水质的洁净 黄源有在水中排便的习惯 但也有个体差异 所以还是要定期清理硅钢 建议每周在环境中喷洒一次EM菌 一个矿泉水瓶盖的量就好 用来除异味和分解排泄物残渣 益生菌大量繁殖 也可以挤占真菌的生存空间 好了 黄源的基础饲养攻略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愿小伙伴们的龟都能长成超级极品 也希望黄源的价格能稳定下来 不要像个别蛋龟一样炒得没完没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